車禍現場警銷人員將駕駛 從撞凹的連結車頭內拉了出來 緊急送醫 但它就是造成三十五上的車禍 肇事駕駛意外怎麼發生的 外界現在要追究責任 拿出肇事連結車的記錄 業者說駕駛一年來 沒有超速違規記錄 肇事駕駛也向警方公稱 是車子失去煞車自動力 所以先往右偏移 它試圖撞向路邊停放的車輛減速 但看看車禍當下 連結車一路撞上 時速看起來不像只有50 有沒有超速狀況 警方現在要理清 還原意外當下5點28分 意外路段先是發生了 兩台連結車碰撞事故 駕駛站在後方打了三通電話 卻一直等不到警方 5點58分 肇事連結車衝了過來 造成三死意外 但根據SOP的流程 前方車禍屬於A3的輕微碰撞 5點28分發生時 原警該在10分鐘內 5點38分到場 但等了半小時 卻仍然沒有看到原警 以我們的要求是 應該在10分鐘就到場 就是處理原警在10分鐘就到場 那我們剛開始當研判 可能它是一個A3 所以它沒有積極來處理 當然是會是個疏忽 拽緊螺絲 修車廠老闆就說 連結車一般跑三趟 就要調整後方拖板的煞車 他推斷 零件老舊或是煞車失靈 更有可能是煞車皮耗損 都有機會造成 去此的車禍 照尸駕駛50歲 倒置一年多 沒有照尸或是超速的紀錄 但也不是新手 是沒有調整導致煞車失靈 還是純粹零件意外 又或者是人為的疏失 解放目前已經叫 造勢的連結車扣押 要釐清責任的閨屬 記得王一超 唐9SA9 在台中的採訪報導